关键6点02分 天色慢慢暗了 更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这名妇人呢 她在台北市里的这个停车塔旁边摆摊位做生意 结果去年呢 她突然想上厕所 她去借洗手间 但因为当地正在施工 她一脚踩空 摔到了两米深的机械停车阁 这一摔不得了 造成了手脚骨折脑震荡 到现在都无法工作 而这个停车塔呢 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管理 她要求国陪 但是法官认为她条件不符 已经驳回 下着大雨停车场灯光不够 穿靴子留长发的女子缓缓走近 东张希望想找洗手间上厕所 正准备要问路人 就听见机械停车阁里有维修人员讲话的声音 才刚想要开口问 又因为事先太暗 没有明显阻隔标示 失足跌落两米深的停车阁 当时也不知道说自己会掉多深 就突然间掉下去 那口慌 然后想说可能没命了这样子 那门是开开的 然后没有围起来 没有那个 没有比较明显的东西围起来 觉得是公有的停车场却没有做好相关措施 提出国家赔偿诉讼 因为这么一摔女子伤势非常严重 大腿手部都骨折 脑震荡 脸部严重撕裂伤 禁忌送医 无测啦 还有就是洗澡都完全不能 就是要请别人帮我 那么大的人 就是那种自尊怎么讲 就是就感觉没什么自尊的 真正一年都不能下床 到现在手脚都没力 气氛要政府给个交代 但法院认定北市府并没有直接管理停车场 加上有放三角锥 管理没疏失 驳回国陪申请 女子没工作 无法负担继续打官司 现在只希望身体能够赶快复原 回到正常生活 主任新闻林社宏陈麦威 新北市采访报道